上一集我们参观了世界第二大金块价值是一多台币 隐藏在黄金博物馆里 更是看到了知名电影太平伦金层舞取景场地 今天深入的去看看金瓜石怀旧的地形地貌 一堂小巷 咖啡剪餐 很有那个feel 这个整个景很好 疫情的关系 很多都关了 很难生存的 你看阶梯台语叫楼康拉 儿时的回忆 跟酒粪的风味好下 你看这楼康拉 现在楼康拉阶梯已经维修得很好走了 这个在隐居山林一样 好棒 这还卖什么那个白蛋以米粉汤啊 据说这家是网红名店 由这边走下去 但是感觉它这个路的阶梯坐着很陡很不安全感觉 所以我们走右边 来到金瓜石知名的彩虹街 由下网上看金瓜石的彩虹街 真美真美 看看我记住你了 金瓜石文化馆跟祁堂老街的方向 继续往前 这个我妹妹我妈妈她们一定非常的想再来 但是妈妈现在眼睛大 金色聚落 光石文化馆 但是今天没有开 OK下次有机会再来吧 OK继续我们往下走 这边都是阶梯 就是阶梯那种感觉 这儿时的回忆 这里就是祁堂小夏 现在大概疫情的关系 你看连咖啡馆都关了 可是这种feel的感觉 我好喜欢 有个住家上面协复货宅 很特别啊 但是都关了 好了我们继续走上去 今天太开心了 你看整个那种感觉 太棒了 看一下这边是一栋好窄 可是都没有人住了 还是旅馆 哇 可惜啊 现在都空空荡荡了 之前这边都是商业区 曼时光食堂烤馅饼 太棒了 一定要好好把这个好地方 介绍给大家 有机会可以来走走 虽然都没有人住了 但是感觉非常的棒 我到贡学馆 进去看看吧 旷山铁啊 哇这是刚刚我们走过的地方 好美啊 好美啊 今天虽然是雨天 但是我们满怀的兴奋 巨幸往前参观 大地馆 进去参观 外面有nos 几 ludzi 在说 你呢 到底是 在哪里 你呢 多是旷山 古今 你呢 地磁工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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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练金术练金罗 去去参观 是沉津的秘密 先去看看 欢迎来到金矿山 感觉地上有黄金 晚上打的灯光 现在四点多 在这边天字一暗 看到年轻时曾做的金马 完成了这一次黄金博物馆旅游 感谢各位的收看